Bongiorno a tutti 抵住下齿 上下牙床靠拢 舌前部与硬额之间形成窄缝 让气流通过 我们这里说的硬额 就是我们说的口腔上额的前半部分 来知道了s的发音之后 这个s本身它是有两个发音的 分为轻辅音s和多辅音s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单词怎么样发s和s呢 我们先来看轻辅音s的发音 所以这个规则说明 在这些情况下 它是发轻音的 我们来看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看到s的时候发轻音 比如说下面这四个词的例子 我们来看 第一个词 发s s拼上原音o 读s 这个词念sono sono 第二个词 s拼上i发s 第二个词 sadia 第三个词 s位于聚首了 这个词念 student 第四个词 s拼上u 这个词念 一般情况下 s是发s的音的 其他情况我们来看 如果在单词中看到双辅音 两个s在一起 那么我们同样发s的音 我们来看例子 这个词 s peso s peso s peso rozzo rozzo interessante interessante 你继续看 着辅音的发音的规则有两条 第一 如果这个s 它是加在两个原音中间 它是加在两个原音中间 我们把发成z的音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这个词有两个音节 这里面的s它是加在两个原音 a和a中间的 所以这里面的s发z的音 这个词念 gazza 第二个词的s加在a和a两个原音中间 这个念 baz 下一个词 Chinese inglese inglese 下一个词 esemble esemble 好 这里知道 s如果加在两个原音中间 那么发z的音 下一条 如果这个s位于聚首 s后面呢又紧跟着 b d g l m n r 和v 这样的着辅音 这个时候 s发着音 看这个例子 s位于聚首 后面加上了v 这个词念 zvizera zvizera 下一个词 s加上了m zmedere zmedere s巨首 加上了着辅音 v 这个念 zbarka zbarka 下一个 zdenio zdenio 卓弗音的发音规则 就这两条 除了这两条之外的 z s 都发s的轻音 这里面 有一个意大利语特殊的音节 如果看见s和7 这样的组合 而这个组合呢 只有这两种是特殊的发音 s加上7 再加上i 和s加7 加1 这个两个是特殊的发音 我们先看发音规则 双唇向前伸 舌前部抬起 与硬额形成缝隙 气流从口腔的缝隙冲出 发出擦音 是的音 声带是不震动的 因此这两个音节 平上i 前面读 she 后面 s平上i 读 she 因此这两个音节 she 和she she she 我们看这两个音节 我们看这两个音节的发音练习 第一个词 shena shena shima shima shelda shelda 知道这个之后 如果这个she又拼上了a 拼成了一个新的组合 有三个 把它整体 she拼上a 我们再念一遍 sh she sh she she sh sho 书 五个连起来是这样的一组 但是特殊的是she和she 组成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单词中 在单词中 如果看见这样的音节 把它直接放在一起 第一个词 shorto shorto shubare shubare lashare lashare shenza shenza ashugare ashugare liso liso 知道了特殊的发音 我们来看 如果不是刚才我们见到的那些 跟a和i组合 我们还有这些的组合会碰见 但是这里面呢 就不是当特殊的发音了 我们学过ga的发音 在这里只需要拼 ska ska 第二行一样的 sko sko sku sku ske ske ski ski 这里面所有的这些音节 是不需要特殊发音的 我们来看发音练习 scatola scatola scambio scaffare scaffare scotella scotella scopio scopio scort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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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组 scortura scortura scola scola sketa sketa 学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部分了 再大的发音 再大的发音方法是在这儿 先把舌尖放在上下齿之间 贴近上齿 抵住齿音形成阻塞 气流从舌尖和上齿之间的缝隙卸出 这里面s再打同样有两种发音 轻音的呲和卓音的滋 我们来看它的发音规则 轻音和卓音都分别有四条规则 我们一条来看 先看轻音呲的发音 如果呲拼上这些原音 我们有了五个新的音节 ca ce ci ço 粗 我们再念一遍 着音的呢 发自的音 我们有了新的音节 我们再念一遍 来看发音规则 轻音再大的发音 我们来看第一条 在辅音后面的话 这个再打发轻音 它的意思是比如说第一个词 再打的这个位置 它在的音节 前面它跟着一个辅音 这时候它是发轻音呲的 我们来看这一组的练习 Már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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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érzo Térzo Vagánza Vagánza 接下来看第二条规则 如果这个再打在以一为首的双原音的前面 我们看意思 如果再打所在的这个音节 它是有双原音的 而且再打紧跟着双原音的一前面 这里面的再打发呲的音 我们看一下例子 这个念 Dizionario Dizionario Policia Policia Tradicione Tradicione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条规则 如果这个再打所在的音节后面是轻辅音 我们来看 再打所在的音节 就是这个粗 这个乌的音节之后呢 紧跟着一个轻辅音 这时候它同样发轻一呲 我们来看这一组的练习 第一个 Zu Ba Zu Ba Zu Ka Zu Ka Zu Kero Zu Kero 看第四条翻译规则 如果见到了双辅音的再打 这时候发呲 我们来看 Márzo Márzo Daza Daza Bazo Bazo Noze Noze 轻辅音的规则就这四条 我们来看 着辅音的发音 着辅音的再打是发Z的音 我们来看 如果这个再打 它在两个原音中间 再打位于两个原音中间的时候 发Z的音 来看第一个 这个词念 Nazismo Nazismo Azoto Azoto Azalea Azalea 看第二条 如果这个Z打位于聚首 这时候它发着音 看下面的例子 Zangzara Zangzara Zenzero Zenzero Z打位于聚首 这时候它发着音 Z Z 我们来看第三条规则 如果这个Z打 所在的音节 后面是着辅音 看例子 Z打 所在的这个音节 Z的这个音节 后面紧接着一个着辅音 B 这时候 这个音节发着辅音 我们来看 Zen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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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尾的动词中 我们来看 这时候 Zenzero 都是发Z的音 我们来看下面三个例子 就知道了 第一个词读 Autorizarre Autorizarre 第二个词 Realizarre Realizarre 第三个词 Organizzare Organizzare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大家学会了吗 一定要记得课后多加练习哦 好了 今天这节课就到这儿了 Gracie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